食課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怎樣呢 吃什麼呢 今天是吃雞蛋的 雞蛋 現在雞蛋真的有很多種類型 現在是有自然的 有酒地的 有什麼 英文的 很多字的 它不是就是自然的 有些是用了一些特別的消毒方法 然後讓你說生食也是安全的 那個是什麼 什麼蛋 好像是巴斯德消毒蛋 是不是這個 英文是pasteurized egg 這個好像一向都有 巴斯德那個是做奶的 是啊 好像放在蛋裡 都這樣做 是啊 是啊 就令到你生食 很多的很多 很多款的 不同的蛋 所以你買的時候 你發覺這麼多種不同的名字 我通常去到最後都是買回最簡單的 是啊 就算了 我們今天這隻就是自然的 加酒地的 兩個東西加在一起的 對 酒地未必是自然的 自然的未必是自然的 自然的自然的自然蛋 沒錯啦 差很遠的 試試到沒有 你有錯 是不是啊 不是 除非這個普通蛋很厲害 嗯 如果不是 自然的自然的自然蛋香 就香很多 價錢差很遠的 你沒吃過這麼貴的蛋 這隻蛋要十... 我怕怕怕 你馬上玩 玩 這隻蛋要十五元一隻 哇 這次喝的雞蛋都是六元一隻 這次要十五元一隻 哇 你真的要換一換這隻蛋 拿來 好 這個A位 先清洗氣 十五元一隻 他餓氣要不要聞一下 哈哈 我要說他很臭才可以 我不臭的 不臭的 所以不用問了 我很喜歡吃雞蛋的 我喜歡吃雞蛋 我喜歡吃雞蛋 考試到考零分 不是喜歡... 哈哈哈哈 就是要吃一百分 兩隻嘛 哈哈哈哈 加一條香腸才可以 我還要吃雞蛋 我一萬分啊 吃蛋咬到 吃蛋吃到 哇 考一萬分啊 哈哈哈哈 你們好牢套啊 好 先聞一下這個蛋味 只聞到蛋味都不錯 嗯 嗯 啊 我先嘗一下 嗯 有蛋味啊 香不香 香 蛋黃 很香在蛋黃上 嗯 蛋黃也香 蛋白不夠多 哦 蛋白少 蛋白少 那就是蛋黃大 蛋黃大啊 是啊 你看看 是啊 比我們平時吃的那些真的大一點 蛋黃大 不是啊 這個特別厲害 如果是15元吃的話 嗯 就是普通的東西 OK 7分 到B蛋了 B蛋了 好 嗯 這個先聞一下 哈哈哈哈 這個沒有味啊 哈哈哈哈 如果剛才那個是15元 那就不值啊 咬下去先看 但這個蛋大很多的 嗯 這個也有蛋香味啊 是 但是煮的時候 你們好像什麼 是撕皮的 撕殼的 撕得很差 撕掉的 因為這一隻是我撕的 是啊 這個撕得很差 剛才那個西瓜撕的 是 有沒有洗手啊 撕蛋之前 哎呀 他抹蛋吃了 哈哈哈哈 我沒有碰過那些髒東西的 沒有碰過髒東西的 撕蛋不洗手 我又窩了 這幫傻瓜謀殺 哈哈哈哈 好了 試試先 嘩 為什麼說聲音 這個蛋麥多很多 是啊 這麼厚的 蛋白 這個蛋味不同 嗯 但這個大大很多 是啊 不行 蛋黃也不行 但是這個蛋黃呢 這個蛋黃呢 這個蛋黃呢 顏色呢 顏色呢 橙一點的 嗯 A那個就淡黃一點的 還有這個大啊 蛋白大 還有那個蛋黃細 嗯 這個其實貴的 但是沒有味 我試一下你 好 我試一下你 好 哈哈哈哈 沒有味 我吃過蛋蛋 真的嗎 是怎樣的 是不是塑膠的 是啊 蛋黃我吃不到 咬不開的 吃蛋白沒事的 蛋白很像蛋白的 蛋黃呢 蛋黃好像橡膠波一樣 咬 不是啊 橡膠 好像塞子膠 是不是舉日一樣 不是 舉日都淋 泥膠塞子膠 一咬它粉粉的 嘩我不行啊 一看就知道蛋 但那時候還沒有出蛋 嗯 不想粉 咬不死 明明剛才你說好喜歡吃蛋 我真的很喜歡 是 我吃到蛋白質敏感的 我可以吃四五隻蛋 我都經歷了蛋 膽固醇過高 是啊 我現在就唯有吃蛋白 因為我不喜歡吃蛋黃 我只喜歡吃蛋白 我可以吃很多 A A 我覺得A 但它的樣子就像B 大隻咯 大隻很多啊 而且因為 它 奇怪的小 那個蛋黃 是不是 有古怪 有古怪 那隻蛋 大隻很多 但是味道呢 不行 味道是A 那隻香 A香一點點 糟糕 人家 我覺得 我知是B 樣子是B 是貴人 嗯 A應該是炸的 但味道A好吃 嗯 嗯 那我應該是憑我自己的直覺 用味道好 還是憑我的理智 你自如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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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是A 你自是B 很難搞啊 A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 B啊 決定了吧 你今天 是B 是B 不是特別香啊 給你看一下B 它貴的那個 是啊 我們剛才特地切開了一隻蛋 一切開了 哇 這樣你一看就知道 那個一定是貴的 如果切開了給你看的話 我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看一字呢 就是 就是 A那個呢 是普通一個單蛋黃 我們看回 其實孖蛋黃 是差不多 蛋一個百分之一的機會 才會出現 很少才會有它 平時都有的 但不會太多 但這個是個個孖蛋黃 我們剛才 我們煮了三隻 就吃了兩隻 不是 煮了四隻 我吃了一隻 然後切開了一隻 你又吃了一隻 都是兩個蛋黃 都是兩個蛋黃 三隻 三隻裡面呢 兩隻都是兩個蛋黃 哇 但是呢 有些人就懷疑 是不是打類固醇 那些會令到它有雙蛋黃 其實就不是的 這個呢 它是來自一個 紐西蘭的有機農場 裡面去做的一些走地雞 他們是因為 他們又年輕 又健康 所以呢 就生一些雙蛋黃出來 這樣嗎 是啊 因為他們真的很好啊 太健康 所以蛋都大隻一點 24小時在草原裡任由奔放 然後自己 很辛苦 很辛苦 24小時在草原裡任由奔放 很辛苦 很辛苦 他越來越喜歡在農場裡面困住的 所以人是雞我又是雞我又是雞我 又是雞我又是雞我 很恐怖 我的腳很累啊 任由在草原裡自己找東西吃 吃一些自然的東西 但蛋味 你真的有沒有吃過 我吃過 蛋味是不是真的不太好呢 我覺得它比較溫和一點 是啊 沒有濃郁 是啊 我家裡煲的時候便宜過沒有那麼香 但是煲貴的那個是香很多的 來遠都聞不到的 但我可能不吃 不過我想它銷售健康的 因為全部東西都是自然的 我怕你了 真的很多 我怕你了 那隻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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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我怕你了 差很遠的 你們女士記住不要吃這麼多雞 即激素很多 很多的 真的很多 很麻煩的 你女士最好吃少一點 吃多一些自然雞 那些激素太激素了 影響你們太厲害了 影響太多了 是啊 所以都選擇自然雞 但貴到這樣就真的很難搞 很壞 15元一隻怎麼吃 15元一隻 因為要6隻90元 然後你買便宜的 10多元一隻 會6隻 很便宜 但是我想問你 為什麼你會吃過 因為今天要試一試 你不是用公素吃嗎 不是我要試一試 先試一試 蛤 先試一試 要不然我哪個都告訴你 我是 隔夜那些又不見你 先試一試 隔夜不行 我昨天打算錄的 很害怕嗎 我媽媽說不好 待會有風 整個心理又肚子 先試 為什麼可以先試 我先吃 我下次不敢 不是 下次不敢 立刻縮一下 你先吃 我覺得很奇怪 多有此理 15元一隻蛋 你先吃 不過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意去試蛋 其實是有原因的 今天就是 立春 立春 有些地方有些習俗 說立春的時候 如果你把蛋 動高在桌面 是可以立到的 那就叫做立蛋 立春就立蛋 所以就立春 立蛋所以才立春 春春是蛋 春蛋春蛋 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 外國都有的 但是為什麼立春才可以立蛋呢 因為太陽直射尺度 令它的磁場改變了 雞蛋的重力也沒有那麼 即改變了重力 令它可以直立 不是地球的旋轉嗎 不是地球的旋轉 他說太陽動 其實有兩個說法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軸 我不是說得很清楚 總之這個軸 大概是水平線 對 所以它就不會拋離下去 所以它就不會拋離下去 因為地球的轉軸 你關於地球的轉軸 地球的轉軸 剛剛今天立春在這裡的時候 立春 在這裡的時候 它剛剛就正正正正正 所以地心吸力 法國力 就不會影響到那顆蛋 那顆蛋就站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要確定時間 因為現在都可能未必能立到 11點58分 沒錯 為什麼你會知道 普通的東西 我知道的東西 比你們更多的 還有一個是正確的 認真的 不是開玩笑 11點58分 11點58分 我真的不知道 11點58分 27秒 我不是像你這樣上網搜尋 你不是上網搜尋 我們本身真的懂 你算嗎 算手指 那不是的 兩三歲突然開竅 今天生出來就馬上搜尋 上網查 要查到幾秒 這些一講幾秒就自查 完結過時間 2月19日 我被他猜 我被他猜 猜什麼 哪有人來 你立春何時完 還要立春何時開始 你們上網查資料查到蠢 懶惰 就是這些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